大家好,我是秀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网络教学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糖尿病 很多人对糖尿病一直以为就是我学糖尚高 或者呢,我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而已 可是为什么我对这个糖尿病有深入的去探讨跟研究呢 又跟一个人有关,就是我本身的妈妈 她很年轻,不到40岁,她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长期吃药 所以我就去深入研究到底这个糖尿病本身对我们身体会带来什么危害 其实我们发现到呢,当一个人学糖尚高,已经进入糖尿病过后 他身体会带来很多的病发症 我们比较容易得到其他方面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疾病 甚至呢,比较容易得到肺方面的感染,抵抗力也比较弱 甚至呢,神经系统也比较弱 而且哦,发现到嘛,有些人基本上伤口难以后 甚至呢,到最后呢,是截肢 还有些人呢,得到肾脏病的几率非常地高 这样我们只是听到一个心血管疾病 截肢这些到底真正发生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的 当我深入去感受的话,我觉得哎,有糖尿病的人不简单 一个心血管疾病就好了 可能我们会停留在哦,比如说我过去,我还是停留在 看电视啊,一个人心脏病发发 就是伤口痛,倒下去就死了 对我们来讲,这个可能是要忽然发生的 可是发现到嘛,其实心血管疾病哦 很多面对的什么,中风瘫痪 当一个人中风瘫痪的时候,感受很恐怖耶 就比如说我曾经试过,一次我去弄牙齿 因为很长的时间在麻醉 所以起身过后呢,解决了我的牙齿问题过后呢 我就感觉很口渴 可是因为我一边麻醉,所以我这边我控制不到 当我要喝水的时候,他轻而全都在嘴角里面流出来 我那时马上感受到我 如果我是中风了,一边不能动的人 就像我长期一天24小时 我要很多的时间面对要喝水,要吃东西 一年365天怎么过呢 很恐慌耶,这样的感觉 我不想要我这样的事情开始在我身上跟我家人身上 第二个呢,就是肾脏病 当一个人洗肾的过程中 而且他基本上是很痛苦 什么叫洗肾? 洗肾不是把我们的肾脏出来刷刷洗好放进去耶 洗肾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血冲完出来 经过一个仪器,把它过滤完 里面没有了污染,没有营养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回到我身体 我这个一个星期要洗三次耶 在那个医院里面待可能四个小时 然后身体很弱,又没有了营养各方面 然后洗了,发现到长期那个血管一直这样子抽血出来洗 一段时间过后,可能这边不能用 要用,要开另外一个脚的血管 甚至开到这边 我这个你想想长期,就好像一个开这个水喉盒放在我的血管 这是很容易吸引感啊 而且每一个星期要去医院击他们 这样对我们生活是带来很大的困扰 自己本身很痛苦,家里人也很痛苦,也有人来照顾 再来呢就是,如果我上锅不会好 我们看过一些人,可能一开始脚趾有问题 慢慢拉掉,黑掉,就切掉 切了脚趾,慢慢的,整个脚切掉 你切,切,这样我们到底有多少气管可以切 而且这个过程中,甚至有些人 因为有了伤口,伤口很难以后 不断的洗,我甚至开过一个朋友 他帮他妈妈洗伤口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伤口里面,有虫耶 所以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生活是我要的吗 这个身体是我要的吗 我不止以自己痛苦,我还连累假 所以我们真的先去研究,到底糖尿病的起因是怎样的 我要如何去医完它 我们下集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